八層樓 白色建築 幾乎看不到有人車進出 這裡原本是汽車旅館 在地經營十二年 沒想到在今年十月正式停業 為在北投區的這間汽車旅館 最近開出招租公告 開價兩百九十八萬元 最短的租期為兩年 而且屋主可適 大有來頭 層是南韓現代汽車 臺灣總代理商 今年八十三歲的王公威 一九七二年成立王繼汽車 還引進第一輛現代Pony 事業版圖 橫跨電力能源 機車製造及觀光飯店 如今名下超過兩千五百坪 屋領十六年的三十七間套房 開價兩百九十八萬元招租 當地里長透露 跟路客團不開放很有關係 百四五百萬 相對來講是比較便宜 但是回歸到我們說旅館市場來看 他單一的這個房間 他平均每天的這個租金成本 要將近兩千七百塊 那以附近可能兩千塊以下的這個房價水準的話 其實是偏高的 儘管降價求租 但王繼汽車財力雄厚 二零二零年八月 砸下九點二億元 買下大直豪宅十樓及十一樓共四戶 單價約一百五十萬元 成了張忠謀的鄰居 近一年平均單價漲破兩百零六萬元 神秘富豪從置產到招租 每一步都精打細算